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設置的關卡是 原野上的怪異生物火 海獸之王超級 嗯 媽媽的咧 一進場就有兩隻CDE 靠我這一關 有點輕敵 因為第一場過的時候太輕鬆了 結果我在這邊死了兩次 結果現在一進場又遇到兩隻CDE 因為這邊的怪物有個特性 血少攻擊力強 所以你要儲CD很難 噢靠嚇死了 是不會死啦只是攻擊力強的有點離譜 然後精英還是用回復量 比較高的隊伍 所以我剛剛有火隊我發現 回復力不是很夠 好 儲CD才是問題啊 不然關卡的話 我是覺得還OK 就是怪物 都打得死啊 沒有說打不死的 好 像除CD的話這種就做一趟包就好 靠不要再來 對 好這時候就很好出了 好 好 好 最後辦法儲計的話基本上都很好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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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隊的優勢是在於不是說他是暗還是什麼 因為他打擊的關係 好 因為打擊的回復力很高 好 這回復力真的是很夠用 火隊我剛剛在用真的好辛苦喔 那回復力真的是很可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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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技能出的差不多了 好 因為我有兩隻轉型的 所以可以開一隻 起來 補一下血無所謂 好 為什麼開雙子 因為我下一回合假如有危險的話我可以開魔羊 好 最好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常常翻船就是翻在 你看到 看到右邊那一隻有沒有 好 這隻骷髏頭直接 就直接不 不跟你客氣了 直接跟你跳出骷髏頭 直接跟你跳出骷髏頭 有沒有血量在打賽OK啦 這是要小心喔 好 因為至少你要K掉一隻 不然2連幾應該會死掉 我是這樣猜啦 我沒有被他K過 嗚呼呼呼呼呼 一萬多 好像CD3 果然是很可怕的攻擊力 好這時候 補血珠把 補血珠把它弄掉 補血珠把它弄掉 因為我們不需要補血 你需要的是攻擊珠 這隻攻擊力很強 好 好然後接下來 這裡是要讓一級必殺的關卡 看起來 到第幾關我看一下 第4關還OK 好我決定要開一波爆發 好不然會死在這裡 我可不想命上於死 好 這麼妙的血量 那好啊 趁機 本來叫做趁機除息地的 這也是很急車耶 直接一波雙爪 好 不想要血量多少啊 那三式褲子都要出來 有點誇張 好這邊越戰越強 打到一個程度就好了 基本上暗珠我不消 因為怕一消我就 承受不了 好 不過你雜豬倒是要綠一下 倒是真的 先看他打多少 1.6 左右 稍微輕輕摸一下沒關係 我是覺得啦 喔耶 稍微摸一下 我不是叫你打那麼大力 他血真的不多耶 他血真的不多耶 絕地豐盛也不能開了 我來試試看好了 補血補到 補血補到馬 看看 看不出件褲子頭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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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最保險的打法是什麼 知道嗎 就是這樣 老子讓他捶可以了吧 然後 哦 欸 漂亮 沒有光珠 看一下 絕地豐盛一定要這時候開 不然你到時候 補血之後就差很多了 我看一下我的檯面喔 這個 這個的話 砸住有點多耶 剛好砸住是很早 現在打砸住是很多 我 應該是沒問題的 應該是沒問題的 一波雙頭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他血量不多 攻擊力是蠻可怕的 哦 差點斷掉耶 我剛剛是排錯的樣子 嚇死了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影片 是不是 是不是剛剛疊錯了 怎麼好像被斷開一樣 好 以上 我來看一下影片 是百獸之王 的 示範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